不得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元旦过后冷气团来袭 温度的剧烈变化 让昭化西湖的温室小番茄 成了农损的受灾祸 这些小番茄大量的裂开 变成了开口效 损失一度高达了四成 让农民心在淘险 来到这片种番茄的温室农园 农民正忙着整理果园 这一颗颗红彤彤的小番茄 正是玉女番茄 算现在正值采收剂 但对农民来说 根本心在淘险 成熟的时候要尽快采松 如果太慢采的话 它就裂开了 元旦一波冷气团来袭 早上太阳高高挂 夜晚气温又下降 温差高达10度以上 造成温室里头湿度过高 一冷一热 在阳光照射下 可就造成小番茄出现开口效 四分大的番茄园 损失一度高达四成 早上的时候打开 让它入水吹干 中午的时候 我们就把宿标布放下来 可以保温到20度到25度 彰化西湖市葡萄的故乡 有部分农民种植温室仙女番茄 甜度高达11度 也因为品质好口碑相传 这回冷气团让番茄农成了 农损受灾户 还好经过改善通风 以后裂果情况也越来越少 接下来我们有真话 藏目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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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